上個月柯文哲到台南 不只指導賴清德大本營 還高分被開嗆 但事實上過去柯文哲 對賴清德可是高評價 2015年賴清德出新書 分享台南治理經驗 當時還是台北市長的柯文哲 寫了推薦序 大在賴清德代人誠懇 做事認真 還說他積極進取 不會找一堆借口 但不作為 柯文哲還親自出席新書 發表會 當時要賴清德 當自己的政治家教 昔日如何高度肯定賴清德 柯文哲似乎一秒忘光光 就連2016年 柯文哲接受台大醫訓專訪時 脫口說出中國要他選總統 柯文哲也被質疑再說謊 因為第一時間 科辦發言人這樣說 這篇報道雖然9月才上傳網路 但看看專刊封面 早在2016年1月就已經出版 不只網友大酸又要再選擇性失憶嗎 且民眾黨中央委員張毅善也批評 難不成是要避開中共 2016年就要柯文哲選總統挑戰蔡英文的質疑嗎 柯文哲現在要辯稱自己是時空旅人嗎 一再狡辯只是更顯出前後矛盾的心虛 雙城論壇2015年的時候也有舉辦 說你好像不抹紅就沒有辦法選舉 但2016同年8月這個時間點 確實是科辦發言人親口說出 究竟是被抹紅還是刻意混淆時間序 外界自有攻斷 在那些我各自剛安由台北參謀島